唯有認知障礙的長者 透過治療有作減慢腦退化速度 幼宮立醫院協助院社職員 利用近年新引進的療法 讓院社長者在社區接受治療 縮短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 沙槌 搖鼓 拋下鬥袋 釀章、釀狗 這群勞友記接受緊應知刺激治療 包括透過遊戲等活動勾起回憶 我以為小時候沒有玩這些 我小時候是游泳、踢演 做百頁的事 葵聰醫院十月初才引進這種治療 治療為期七個星期 除了懷舊 還要長者發揮創意 刺激他們的感官 延緩腦退化的情況 創意可能是整食物 它有很不同的東西 整食物其實需要組織能力 次序 這裡是一個組織的 刺激到組織的能力 有些聲音 其實是刺激它的聽覺、感官 除了這些童年回憶 醫生說跟他們談多一些 可以勾起以往經歷的事 都有助刺激腦部的運作 醫院評估發現 第一批完成治療的16位長者 認知能力明顯改善 抑鬱情況更加是大減 醫管局同一時間 將這種療法傳授給安勞院社 等有輕至中度認知障礙 沒有情緒和行為問題的長者 可以在社區接受治療 其實現在中方門診 輪候老齡精神科的時間 都是非常之長 我們說在我們九龍西聯網 輪候時間是38個星期 如果在社區裡面得到一些適切的照顧 他們未必需要去到中方門診 進行一個輪候 葵聰醫院希望下個財政年度 可以將計劃擴展至聯網內 其餘大約60間安勞院社 無線電視記者韓陰報道